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欣 我是阿秀 今天帶大家來打卡一間網紅店 叫做豬肉婆 它是吃順德菜的 相信大家在小紅書上已經看過很多它的簡介 沒錯 今天我們不用去到順德那麼遠 豬海吃順德菜 很特別 我們這間豬肉婆就在海邊 那邊就是海邊 它旁邊就是城市洋海 這裏是石景山 你還記不記得你在上面 駕駛駛駛駛駛駛的地方 那個雲宵飛車令人驚 晚上的站道還開 站道還蠻漂亮的 沿著整座山下來其實很漂亮 不過鬼朋友仔 晚上有人約你行山 不要去我 很危險 走一走一走不見了 我們現在晚上來這間豬肉婆打卡一下 因為我一直都上來 我看到別人鋪照片很漂亮 但它開了在這裏那麼久 我都未來過 我們今天就一起進去試試試 出發 這裏的特色究竟是什麽呢 其實是 那邊是什麽 這邊是什麽菜 這邊是魚食 那邊是魚食 那邊是魚食 嘩 在這裏很大 好寫好大 好多明星合影 那麽多人吃過 超大這裏 這裏是喝早茶 這裏早茶 這裏是點心區 魚生那一塊 萬事壽那邊 好美 巡皮 不要看 不要看 預算不足 不是那裏 不是不足 是直接沒有 我們看一下 這裏是怎麽送的 我們看一下有什麽吃 這邊 很多東西 嘩 這白菜仔多美 是哪裏 這個 這個 這個都美 價錢不真美 我們吃些什麽 鹽仔蟹 真的價錢不真美 三百八十八元 魚頭焗雞 這兩種融合有少見 魚頭焗雞 這兩種融合有少見 魚頭焗雞 我們現在怎樣 有什麽介紹 介紹的是十大招牌材 主要以順德的一種做法為主 主打的水分有風生水起 大量炒牛奶 招牌燒鵝 醬汁肉餅蒸菇蟹 美極乾煎爐士蝦 焦麵爛尿蝦 沙重煎湯 鮮花椒蒸魚類 湯有兩款的招牌湯 一種是主打人杏豬肉湯 叫做順德柴魚羹 順德柴魚羹 一定要試一個 順德試過真的好吃 這個是我們偉想的 按偉想是嗎 我們四個 四位 哦 它不是一大鍋的 是按偉想的 它太大 一鍋上就成實那麼多 因為一鍋上是十人份做飲品 所以我們怎樣偉想就OK的 好好好 然後推薦的是主打招牌的魚生 你們試一試 來到順德柴 那就試試吧 對 順德柴 你們四個不用順底費 好 試一下我們怎樣 怎樣其他東西 還有我們的專門是燒鵝 燒完身的皮 有什麼醇有的 有的工廠 好好 聽你的 接著呢 這輪是特色小炒女的 我介紹幾個就是主打的 好 好 好 小炒王 是特色嗎 小炒王也是我們主打小炒女的 不過我更加推薦,可否吃一點點辣? 一點點辣,我們有一個順德的 這個有一個節日,就是生菜包 這個帶了一點辣,包要吃,非常之不錯 這個很有特色,試一下 其實我這個有吃過的,但這裡做得最有特色,要試一下 還有我們最有一個是白色的,就是柚子皮 瓦仔柚皮,我看了很久了 柚子皮造成的一個菜,非常之不錯 即是拖油的皮,沒錯,要一份 要一份吧 我們一個湯,然後四個湯 其實我們的菜餅差不多,四個菜餅 然後我看的就是,如果要加一個煮食和甜品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的份量都不需要 煮食就不需要的 我們怎樣燒鵝呢 甜品就是大力炒的 它是炒成一個菜餅來的 有雙皮奶,我們算是出名的 雞胸壯奶,還有現在我們時令的焦糖豆腐花 焦糖豆腐花,就是這個 我上次在... 正呀,純得食的 那些菜餅就是這樣先的 好,我們好像沒有青菜 有生菜包,有生菜包 裡面都有生菜包吃的 好,好,沒問題 我幫你立即先,之後可以蓋上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蓋上先的了 OK,沒問題 好,謝謝 謝謝 我們看看,其實怎樣送都有人介紹 不錯,完全不需要花心思 然後他們就會幫你介紹 其實有很多的我都想吃 不過我們眼大就肚窄 四個人吃不到多少 其實我們吃不到很多 真的很有特色 砵仔和蟲,炸奶卷,配菇撈肉 期待的幼皮 然後還有什麼藍瓜、腩肉 其實都看上去不錯 還有那些蟹 嗯,他都沒有推薦我們吃貴的 是啊,他已經很良心 是啊,他沒有推薦我們吃什麼 高蟹、炒蟹、和士蝦賴蝦 他都沒有推薦 染仔蟹,差不多四百元一斤 對,三百多四百元一斤 海鮮類都沒有怎樣推薦給我們 都算是OK的 其實環境是真的非常好的 死火,忘了問過刺身幾千 哈哈 等一下壓你在洗碗 不過他是跟我們怎樣細分的 細分的 這樣就不要因為我們要大分 我們看看環境 其實環境真的很漂亮 包括裡面會有些包房 舒服 有些包房給大家 如果是要的話 其實可以問我們 拿一個電話 接著可以預約一些包房 其實這個位置都很好找的 就是就向我們的情侶路邊 城市陽台 大家有空的話 過來這裡玩的時候 去沙灘、海邊玩的時候 都可以直接在這裡吃飯 之後麻煩在這裡 阿Legger、陳百祥 全部來過這裡 我們今天就坐在大廳 因為我們沒有提前卜位 但大廳它很大 接著人也很多 其實大廳也很大 還有很多人在這邊 我們點了一份 它是有茶給我們去選擇 來到這裡之後 現在可以想 那你幫我來 謝謝 請問鹽糖或芝麻都吃嗎 刀針 你看它現在上了這個魚生 多麼大碟 這個碟很大 來吧 我的手 這個碟 看看這個比例 我們是第一次吃加糖的 對 我也是 一般它是魚生還魚生 配菜還配菜 你自己拌 我沒想到它是這樣 幫你拌均勻 你再拌 外面這一圈是三文魚 哦 三文魚來的 是的 即是混混 是的 它這種拌法很特別 我沒有想試 我已經看到它兩眼正在發光了 你看到嗎 這個香油一定是自己炸的 你已經聞到一會兒香的香油味 其實在這麼濃的香油味 和這股拆魚羹的香味裏 燒鵝的香味都掩蓋不住 燒鵝真是 看上去就好看 你看那個皮 好脆 上面是泛了油光的 而且油脂是比較厚 但又不算肥膩的 看上去的顏色非常之晶瑩剔透 很吸引我的眼光 拌飯一定很棒 我叫一碗白飯給你 我一定要吃個白飯 好 我想試試它的魚 它這個魚是什麼魚 這個的話是順魚 順魚 在這裡有順魚 哦 順魚 雖然這個碟是比較大 混合也不是太多 勞起 勞起 風生水起 謝謝 這的話就搭好了 這個味道的風生水起 謝謝 謝謝 你好 可以鎖一下 最佳的使用時間是15分鐘 好 哇 這麼大碗 你看 超醬的 香油 香油是自己製的香油 看上去好不錯 我試試 我們快點動手 因為這張桌太小 但是後面那些盆我已經放不下 上不到了 吃東西吃東西 來 給我這個泡椒 好 我幫你裝一些 嘗試 它裏面有酸餃頭 有渣菜 然後就洋蔥 糊魚絲 但是它比之前多了一件東西 就是多了那個三文魚絲 有 剛才它那個周邊是有那個三文魚絲 它是中間的 嗯 又有那個薄荷葉 很香 這個是柚子皮 柚子皮這樣煮我是第一次吃的 我沒試過 其實我第一次聽說煮柚子皮的 不過現在多無知急 我試一下魚生的聲音 聽不聽到那個脆的聲音 嗯 嗯 爽啊 不知道聽不聽到這個聲音 爽啊 我覺得魚生就要一大口一大口吃 才好吃 裡面加了那個薄荷葉 就有一種清新的香氣 那個香氣很濃郁 然後我不喜歡吃洋蔥 拿走 然後那個花生又脆 那個芋頭絲又脆 連那個魚生它都是脆的 然後裡面有那個轎頭 有中和 即是又有一點酸酸的 酸甜酸甜的味道 反而是挺清新又好吃 爽脆 頓得的魚生 我們覺得跟我們平常吃的那些人條 不一樣的 它有很多配菜去搭配下去給你 然後吃它的味道可以綜合你 口感層次很豐富 對 其實那些淮魚都蠻好吃的 海淮魚 我沒有的我沒有什麼 好吃 好吃嗎 可以 嗯 脆 這個 泡椒很棒 泡椒很棒 它不辣 我怕它辣所以我沒有吃 它有一點辣 但它佔的鹹味會比較多 為何會放榨菜 平常那些有放嗎 有 都有放 對 對 對 我吃了 讓我去純德吃的魚生 我還好奇 這個 是嗎 這個豬肉婆說它是純德的名店 但很多純德人說外地人才會打架 本地人不去 但我們作為外地人覺得都可以 可能是純德本地人會有更驚嚴的點 但我們答案未發現 不熟不熟不熟 我下次再去兩次 其實蠻好吃的 蠻棒的 這間店我在小熊書拆過很多次 我之前去純德已經很想去試 但那時我去那個福樂海岸 周華城有一間分店 排隊了 當我拿好的時候已經是兩百多位了 即是排兩百多位 試不到 讓我不吃了 你所吃都輪不到你 排兩百多位了 魚燈其實會溶的 你放進口裡 我要試試這個拆魚燈 還有你師傅的刀工很好 我之前在順德吃的拆魚羹的話 真是鮮掉舌頭 好鮮好鮮 我覺得那次我喝得好幾碗 因為它是一大鍋上來的 一大鍋的 對 很好喝 我試試 接著我加點胡椒粉 我覺得這個香 加點胡椒粉 我一心在順德吃到的 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沒有 之前我們上次吃的那間 那樣鮮 它有一點點腥的味道 其實我剛才沒吃的時候 我便有聞到魚味的腥味 我沒有想到魚生沒有 魚生仍然有 魚生反而是一些腥味都沒有 這個五十多元的位置 我先試試 你有沒有看它好像大碗 其實它只有這麼薄薄的一層 你這個羹樹起身 給大家看 之後這個位置就到了 很薄的一層 五十多元 我加了胡椒粉 都有吃到它的腥味 所以這個我沒有 因為今天廚師心情不好 主要不好吃 我要試試 我也是喜歡吃這個 這個 魚生很好吃 反而沒有那個腥味 這個好吃 這個上來的話 要十五分鐘內吃完 對 我們吃了魚生 然後拿走那個盆 那個盆太大了 難怪你全部都要加胡椒粉 是不是 我都覺得它真的會有腥味 加了很多 加了很多 你試試吃這個泡椒 其實這個泡椒很辣 放到魚生給你 這個泡椒蠻好吃的 它有少少辣度 但是它佔鹹會比較多 再綜合魚生 很棒 那你給我試試 好 你應該不會騙我的 大家同時一場 我放多些給你 不用 我吃完 吃完 我很害怕 這個泡椒不辣 真的不辣 同時之間是信不過的 各位朋友 辣嗎 真的不辣 我不覺得辣 我覺得這個三文魚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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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豐富 這個魚生 嘗嘗 真的OK 值得推薦 這個魚生是值得推薦的 反而我覺得這些純德的魚生 吃起來會比我們平時吃的日料 會更加棒 麻煩這個可以切掉 等一下它正在看 我建議大家把這位按位計的茶餘燈 換成其他料理 沒錯 這裏這四個魚羹 我們四個人已經花了二百多元 白色一拿走 你們才吃 超棒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部位 要不要蘸一下汁 如果不夠鹹就蘸一下 先嘗嘗原汁是甚麼 要蘸一下汁 給我羹羹 好 好棒 這個是蜆肉 哦蜆肉 哇 生菜包 即是拿那個生菜包著 這個要蘸辣椒醬嗎 我嘗嘗它燒 好 好 麻煩你 好 它已經不是一出爐那種很脆的口感 但是呢 都不會像其他燒鵝那樣凍了 就有皮韌 我覺得都還好 其實是好吃的 但是那個皮可能是我們吃蠻了 反而一出爐就這樣吃 反而軟脆 因為一上來的鹹 是聞到香味 是很香的 真的會聞到那種燒鵝那種燒鵝 很香是燒鴨那種燒鵝 它的油脂是很豐富的 你不會覺得它肥膩 對 不過它裡面燒得很好 外面又有一點甜甜的 一定要蘸汁 它的肉質又不塗 一般廣東人吃飯 餐桌上 就是大家最愛餐 不是雞 而是魚 而是燒鵝 肯定不可以少這三樣 其中一樣 這些是一定的 對 如果這碗桌上沒有這其中一 我覺得這碗桌也不是很完整的粵菜 試一下山菜包 我要試柚子皮 因為我未吃過這麼特別的 你拿這個筋 你吃過柚子皮嗎 沒有 你吃過嗎 你吃過嗎 蛤 柚子皮可以炒的嗎 是嗎 這個比較漂亮 其實有沒有吃過 我也是第一次吃 其實我是第一次聽 柚子皮我只可以做菜 可以炒的嗎 很麻煩 要泡水 然後曬乾 然後再泡水 然後再泡水 哈囉大家 這些菜是怎樣的 味道 和我們順德那邊 有沒有什麼 可以給我們建議 拆魚羹的味道不一樣 拆魚羹的味道 是重味道 我覺得有點正 對 拆魚羹本身有少許性靈 所以我們配了油的胡椒粉 因為魚肉 我們用來煮泡 整成羹 它會帶有少許性靈 有一些是好 但它沒有接受過那麼多 所以我們配那隻胡椒粉上來 所以可以有油的 其他的味道都可以 其他的味道都可以 做我百分之十的服務費 這個有什麼要告知大家 這個很奇怪 我的口 不是說不好吃 但不知道怎樣形容口感 因為我第一次吃 我這個先試一下 那些都吃不出水果的清新味 它像 我這次吃這個 是小過很多輪 小過很多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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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又吃不出苦潔味 又吃不出果香味 又吃不出果香味 有點像肉 感覺有點像肉 廣制肉 嗯 是嗎 是嗎 是 有點像肉類的口感 有點像那些 很辣的肉量 就有了那些感覺 說真的 其實挺佩服的 什麼都可以做菜 對 而且 這麼新奇的食材 自己家裡應該很少見 這裡有四個本地人 四個廣東人 都不知道 只有你一個就知道 你家裡有這些東西 為何你瞞著我們 我剛剛在下火 我下火 下火 多吃兩個 其實我也想知道 到底第一個做出這道菜的人 到底是什麼特化 他去做這道菜 用柚子皮去做 就好像第一個發現榴槤的人 經歷了什麼 沒錯 菜包 試試菜包 還有一種吃烤肉的感覺 烙手 這幾道菜都比較特別 其實菜是做得很精緻 精緻 對 都很精緻 每一樣都做得很精緻 包括我們擺盤也好 還有拿出來的都是比較精緻 可能經過他一個解說 可能是我們吃不習慣這些魚羹之外 傻子 他絕內好 有沒有可能就是那個口味 我們不喜歡 反正就是我們不喜歡這個魚羹 除此之外 或其他幾道菜 我們都覺得很好 對 說真的 魚身真的很美味 魚身真的很美味 對 推薦大家試過魚身 或者你可以試其他菜 沒錯 因為我們今天四個人過來 我們沒有辦法幫大家試太多菜 如果有慶祝的朋友 可以問我們拿回位置 親自過來試一下 而且這裡的環境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都是新開不是特別久 但這裡的環境確實非常之美 除了我們這間店之外 周邊的話 都可以去城市羊菜那邊吃 對 或者再去遠一點就是日月杯 包括我們之前介紹的龍都四季那間吃雞 吃白切雞也是很棒的 都是在這裏附近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問我們拿回位置 那間就吃本地的菜 其實我覺得吃飯的話 真的有時候吃回我們這邊廣東的粵菜 會比較適合我們的口味 對 比較開胃一點 最重要是這裏 我現在比較期待它的甜品 因為之前我在巨球中的東西是甚麼 你看到很漂亮 凍瓜蔥這麼小小 超特別 因為有很多特別菜我們都未試過 其實很多 因為剛才我們點餐的時候 會有很多這套片 很吸引人 都蠻吸引人的 看起來 這個還散發熱氣 因為它蓋著下面的 你做個給Jimmy試試 這個脆皮 超好吃 一滴都不油 嘗嘗 嘗嘗 要不要拌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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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塊又肥又好吃 肥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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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燒鵝蠻好吃的 如果是適合上來的 我們馬上吃 但適合上來的 注意力是魚生的 反而 你吃兩塊 會炸魚 我覺得脆皮還好 因為沒有這兩塊 有這麼厚 其實整個裏面 我覺得最驚艷是魚生 爽 沒有任何泥聲 而且魚生吃入口 它會溶 不脆 是啊 你寧願只吃 你都不 你為什麼不吃這個呢 不喜歡 你不喜歡吃這些蜆仔 你都很有自己的堅持 不喜歡吃這些綠色的東西 你們幾個 你們什麼時候有吃過 我去 謝謝 去到哪裏吃順德菜 我都是不死心 都是要試試魚羹 但是 黏黏黏黏 沒有一次是吃順德的那種 清甜香的那種味 沒有的 每一次都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模式 但順德的果實是好吃 我覺得最成功是魚生的部分 好滑 有些糖 紅糖 這個好吃 好吃嗎 這個很好滑 很像我們在三香吃的豆撻 嗯 有奶的那種口感 好滑 首先它冷的我就先加了分 超爽的 黑糖很爽的 它的黑糖很爽的 它的黑糖是溶的 好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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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元四位 六十元 即是二十五元 你知不知數 十五 十五 吃完 這餐的價值相對有些高昂 性價比有些低 偶然也要吃一頓厲害的 要吃一頓好的 賺錢這麼辛苦 偶然也要吃一頓厲害的 其實這個真的很滑 好吃的 全場醉了生魚卷 最滿意就是豆腐花 因為燒鵝就沒有時間吃 超級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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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元 我們今餐應該要賣單 應該要九塊醉 八百加百 八百加覆募費 還要加覆募費 應該九百元左右 九百元左右 九百元的預算 如果九百元 各位朋友們 想想它 直接地來 可以選擇其他菜式 對 選擇其他菜式 因為我們周邊 這個地方 好玩的又多 好吃的又多 對 我們就介紹到這裏 你們有興趣可以過來試試這間豬肉學網紅餐廳 打開一下 下期見 拜拜